中秋佳节来临 9月30日和10月1号两天 河陶市在巴塞社区大学停车场 举办盛大的中秋游园会 吸引了来自不同族裔 不同社区的数千民民众 携家带口前往参加 让大家感受到传统中秋佳节的 欢乐和温馨时刻 充分加强了社会凝聚力 促进了各族与文化的沟通和交流 河陶市市议员吴里伦代表 钻石坝市议员Toy Ta 河陶谷水区第一副主席 Torince Lee 第二副主席Kalit Ong Montside社区大学副校长 Dr.Mayby Koston Panana Evans Parton Eric Lan出席开幕式 并发表了极日致词 感谢市民们的参与 并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由主办方Panana Evans 第一次举办的中秋园游会 准备了传统的中秋舞龙和舞狮表演 现场音乐演出等 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 还设有Panana大舞台选秀节目 吸引了许多选手纷纷登台 表演了京剧 钢琴 鼓针 琵琶 舞蹈 唱歌 尽情展示自己的才华 中秋园游会还有月饼烤肉和糖葫芦 当地的食品摊饭 快闪电美食等各种美食摊位 让民众在欣赏文艺节目之余 还可以品尝各种中秋特色美食 全方位享受中秋佳节 与家人朋友团聚的欢乐 游园会还设有亲子活动 为孩子们提供了丰富娱乐选择 包括谈话 面部彩绘 气球艺术和小游戏 作为Panana events的president 我们在内陆地区办过很多新年的活动 所以我们第一次的话 再来到温娜的这个地方 办一个中秋节的游园会 这边有很多的华人 我们也希望把我们这些 比较好的东西 比较好的小吃 然后比较不错的表演 带到我们温娜的city 所以我们决定在这个地方来办 其实我们也是跟当地的city合作 包括温娜 Temple Bar 还有当地的学校 这个活动呢 现在有120个boots 然后我们两天的活动 是从11点到8点 今天很高兴来参加 Hanana的这个中秋活动 希望各位在这边 能够有个很好的活动 然后也非常恭贺 主办单位这么成功的活动 我们这边的水都是我们的 我们serve这边的community 那真的非常非常的荣幸 能够今天在这边 为大家来做一个presentation 然后呢我们这边还有 Water District 也有Savance 一个booth 那这个在这个中秋佳节的时候呢 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大家有一个非常非常圆满的中秋节 今天很荣幸能够参加这个活动 中秋活动 也希望大家中秋节 和家快快乐乐美满 华夏电台记者 何陶市采访报道